记者陈冠的彰化报道,凋零的村落,要靠什么找回过去? 彰化县西州乡公所推动社区营造计划,发现荣光村村市民申福乐村落,不过现在只剩老人独守家园,为唤起社区意识,邀请影像导演邱明健等人拍摄一系列纪录片。 今日在荣光村活动中心播放,并找来近30名曾经在此服务的大学生与长大的村民相见欢,不少人又惊又喜直呼,童年的回忆回来了。 邱明宪表示,接受计划暗示选择最偏僻的荣光村,索方也相当陌生,只知道曾经有个荣民工厂与彰化农场,但索方仍全力支持。 在这两个多月的调查中,还得知40年前正大社会服务队曾连续三年寒暑假来荣光村指导学童作业,进行卫教、团康等活动,还有偏主教会再次传教等。 但这些快乐时光应当时影像保存不易,大家也逐渐忘记。 邱明宪说,近日成果出炉,第一阶段已在西州图书馆展示。 今日特别回到故事的起点荣光村,举办荣光村市集,并邀请近30位正大社会服务队回来参展。 不少以为人父人母的村民见到阔别已久的大哥的大姐姐们都感动不已。 无信居民表示,记得小学三年级时患有投尸与杀眼,还是他们帮我处理的。 想不到这一切都被默默拍下来了,再次重重觉得依旧亲切,正姓居民则拿且班上出邮照。 伤心表示,这里有好多同学离世了,40年后再看到觉得很惊讶,也找回当年的感动。 也肯定西州相公所对社造计划的创意与用心。